其實這些過去的將官 我們還是全心相信 我們現在的國軍 因為國軍也是在戰備 整訓的訓練當中 現在如火如荼的在進行 但是如果請教將軍 在這樣的當下 所以你怎麼看 馬英九跟這些退降的仿中型 當然中共現在是磨刀霍霍的 衝著台海跟世界而來 可是就在這麼敏感的時候 怎麼傳出國軍還在吊槍 什麼狀況 其實這次馬英九總統 我有稱總統 我沒有解馬那個 馬英九總統 到了中國去 其實正在接受 中國一個最大的任務 馬英九自己都不知道 他是被利用了 為什麼被利用呢 剛才我們看到的報紙都登了 有四十八個退降 在這十幾年內 有的去十次 有的去八次 有的去五次 反正都去很多次 重點是都招待 那這些退降到目前為止 你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越來越多人感覺到 我被統戰 有一個最著名的海軍總司令 苗永慶上將 他被請了三次 那我不去 然後找他的最好的朋友跟他講 他說我不去 找他的當總司令的時候 參謀長跟他說報總司令 去一下沒事 他跟他講你再來找我 我們長官部署到今天為止 因為大家有警覺了 找不到人去了 那我也被邀請過 我也被邀請過 那我都是說 對不起 沒有自由的空氣 我不去 就這麼簡單 對 就是用這種方式 越來越少人去 那怎麼辦呢 三軍統帥去了 三軍統帥去了 是 我告訴你們 不要擔心嘛 你們的馬英九總統都來了 可怕 三軍統帥都來了 你一個小小的少將 小小的中將 想那麼多幹什麼 所以馬英九的去 是要幫這些舔共 或是想要舔共 而不敢舔的人 建立一個合理的理由 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講 馬英九去是被侮辱的 馬英九去是被欺負的 我們這些曾經 反共站在第一線 直干國以位射擊的革命軍人 絕對不能去 我們要隔舌的命 我們要隔共產黨的命 我們要保衛誰 台蓬金馬 兩千三百萬人 絕對不要被利用 就像我們的韓軍總司令 苗永慶一樣 要有風骨高峰亮節 才會贏得尊敬 好那我們來看一看 你認為解放軍 好像就真的和平了嗎 很多人說 哎呀你們不要選擇戰爭 你們要選擇和平 和平沒有選項 所以大家說你們為什麼不選擇和平呢 偏偏要選擇戰爭 我要告訴大家和平不是選項 和平也從來不在習近平的選擇的口袋裡面 習近平只有兩個選擇給你 一個戰一個投降 不管是戰爭還是投降 你才可以到達和平 我用挺起胸膛 我戰勝了 我拿到和平光榮 你沒有總你怕你就投降 習近平施捨給你和平 但是最後還是要面臨戰爭 那習近平做什麼準備呢 二零二七年習近平打算把他的預備役規模 提高到七百三十萬人 又請說什麼叫做預備役啊 他們以前叫民兵啊 所以說我要把民兵編制化 變成跟我們的後備部隊一樣 有編裝 有武器 有訓練 有人 要增加到七百三十萬人 哇 七百三十萬人打台灣 太可怕了吧 我們台灣才兩千三百萬人 七百三十萬個軍人 再加他的正規軍加起來近千萬 要打台灣 各位不要想那麼多 那不是爭旨台灣 不是針對台灣 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全部 全部 太平洋我要 第一島鏈我要 南海我要 第二島鏈我要 甚至整個夏威夷 以西我都要 他要稱霸半個地球 所以他才需要增加到一千多萬人啊 他包含了所有的力量 要增加到一千多萬人 所以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台灣目前是一個最最關鍵的地方 我們頂得住 第一島鏈 框得住 中國的野心永遠框在裡面 所以他說那我們變成看門了 不是我們在守自己的家門 我們不是看門 我們在守自己的家門 而台灣對於世界的和平 就有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能選擇投降嗎 我們選擇投降 不但我們遭殃 全世界遭殃 所以說美國幫我們 日本跟我們站在一起 菲律賓也跟我們站在一起 澳大利亞跟我們站在一起 為的是什麼 當然是為了世界和平 所以大家要選擇和平 絕對要有面對戰爭的勇氣 當你不敢面對戰爭 你選擇了投降 最後你還是要被人家蹂躏 那現在解放軍還幹了什麼事呢 他說我告訴你 你以為我只是土拔路 我只是傻瓜 我現在在孟加拉 我建立了中國的潛艇基地 而且潛艇基地 還用孟加拉總統的名字命名 完全中資 完全中國幫忙你建 完全中國的裝備 所以它裡面附近的防衛的戰車 是T系列的戰車 就是中國製的 它所有的船艦飛機 都是尖系列的 它的船艦也是中國給它的 然後呢 這個孟加拉基地 可以停六艘潛艦 六艘潛艦 八艘水面艦 那就是中國在孟加拉灣 那個水上基地 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從南海 繞過印度 繞過東南半島 進入孟加拉灣 它可以掌握孟加拉灣 甚至半個印度洋 這是中國的野心 所以說一帶一路 是和平嗎 你說一帶一路 是佛心嗎 它不是 當然不是 它是那隻狼 挂了個佛珠 狼挂了佛珠 它還是狼 還是要咬人嘛 它不會念佛經的 所以說現在你看 整個中國的海警 進入越南附近 多少次 四十次 四十次了 2022年 近來四十次 而且它那個海警船 不是一般的小船 是怪物等級的 那跟小軍艦一樣大 所以越南說 你這九段線 不是要對我越南 釋出一些善意嗎 你的善意就是派 四十個你的海警船 到我這個地方來示威啊 你還告訴我 這是我的邊境 請你不要接近 越南說 見鬼了 這不是我家嗎 什麼時候變你家 對拳頭大就是我家 這就是中國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中國還告訴大家 你不要以為我很弱 其實我很強 美國有逆中飛機 你這美國有逆中的技術 我也有 我會做什麼 我會做透明潛艦 透明潛艦 我今天看這個報導 真的是跌破我的三觀 開了我的眼界 我怎麼說 又請我告訴你 在中國有一種土 超級稀有的土 我把它提煉成跟磚塊一樣大 再除以一半半個磚塊這麼大 然後呢 又輕又硬 還有延展性 我只要把它貼在潛艦的外觀 美國的聲納打過來的時候 你只看到一團海水 看不到潛艦 就是彷彿在聲納裡面 消失的地方 我這個稀土 我的聲納打過去 我的土會把聲納吸收掉 然後就好像讓聲納打在海綿上一樣 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的硬度呢 卻超級的硬 所以我是一個 不叫做透明 不叫做逆中 叫做你看不到 就像海水一樣的潛艦 多厲害啊 好像是亞特蘭提示裡面的神話一樣 對 他講出來 那其實中國的小粉紅就說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那不要吹牛啊 對不對 拿出來看看啊 他說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看不到才了不起 看不到 所以怎麼想到國王的心意啊 對 你想看你還看不到 真的看得到就沒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看不到才了不起 這在講繞口令嗎 國王的心意 對 就是國王的心意 講的真的一樣 所以說 我們姑且說他是生的啦 真的有 對不對 然後那個小孩子出現 國王光屁股 那才知道你是假的 對 然後 但是呢 我講喔 我們國軍真的要加油 國軍前段時間 秋國正不早 桌子一拍 找不到槍 腦袋要掉 哇 找到了 對 可是呢又掉了 又掉了 才不到一個禮拜 因為大家都在積極的輕點軍械武器 為什麼 因為現在 秋國正部長說 誰在掉槍就要掉腦袋 對不起 這次沒掉槍 少了兩根槍管 這槍管是什麼回事 T75 扮演我們機槍 就長這個樣子 前面這根槍管 他大概兩秒鐘 就可以換 為什麼 當我們射擊很多時候 槍管會發熱 發熱之後 他的射程會越來越短 所以說我被他射擊完畢之後 這有一個把手有沒有 他向右邊一擺 這個槍管就拿下來了 可以換一支新的 然後另外一支槍管在旁邊冷卻 等到這支槍管射擊發熱的時候 再拿下來再換這一支 這是交替使用 也就是說一支提起五部槍 有兩根槍管 那可是呢在清點的時候發現一件事 這就少一支 少一支 怎麼又少一支 這槍管去哪裡了 他說少一支沒有多久 另外就講說找不到了 不見了怎麼辦 這槍管去哪裡了 部長才說要掉腦袋的 部長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國軍正在整軍金武 你一直給我掉軍械 所以我才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要跟我這些國軍老朋友講一件事 不要怕出事 出的事坦然面對 你就把它找出來 你不要隱藏也不要藏匿 就找出來 否則的話 這些事情會層出不窮 你被對岸的解放軍看到 還真的以為國軍不能打仗 所以不要一顆老鼠死 壞了一鍋粥 大家把所有事情坦然面對 我們成為最強的國軍 才能夠保家衛國